好帥 我要去泡女汤啦 直接進來這裡 今天珍妮和麥可要去伊香堡溫泉 來個兩天一夜蔬食小旅行 2020年伊香堡啟動了蔬食推廣計劃 這次感謝Hotago Travel邀請我們參加Monitor Trip 一起來看看伊香堡蔬食之旅怎麼玩吧 天氣很好耶 高騎站 主辦方很貼心 給到我們一人一袋防疫包 有暖暖包、口罩、還有獅子巾等等 也會確認每個人的體溫都沒有問題 才會上車 第一站佛光山伐水寺 台灣的樹 我們叫巴爾玩到五十四十五時候叫樹丸 樹丸 哇!Tapioka 洛神花 台灣人在日本待久了 就趕快來這裡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 好懷念喔 沒錯 日本也有佛光山滴水房 滴水房很貼心 把每一樣料理都給我們品嘗一點 平時是需要單點的 在日本可以吃到道地的台灣料理 真的很幸福耶 推薦在日本想吃台灣味的朋友們前來 我覺得它這個飲料還蠻好喝的耶 它上面有鹽巴 也是一個法師組的 很厲害耶 從台灣來旅遊的朋友們 也推薦來欣賞連日本人都說是擁有絕景的寺廟 打坐時間 法師讓我們邊做伸展的動作一邊盡心 有一點像冥想加瑜伽的結合 好我們要去下一站了 我們這一站來到了 河路橋 導遊說之前這個橋下有很多的河路挖在鳴叫 所以又叫做河路橋 秋天的時候會有很多的枫葉很美 又叫紅葉橋 這也是溫的耶 好舒服喔 好我們再往前走吧 這裡的溫泉是上游 所以是很乾淨的 到下面就會變黃黃的 噴出口2號 這個是把溫泉抽上來的系統 100m 100m 45.7度 他說溫泉都在我們的腳下 現在我們要前往伊香堡神社 伊香堡神社 這裡是供奉醫療與溫泉之神 以能保佑信徒安產和求子為名 據說求戀愛運也很靈驗喔 拜完神社要下去囉 上面就是我剛剛拜神社的地方 這次他帶我們從反方向走 但我覺得從下往上走應該會更有衝擊力 聖月堂 創業100年 第一個賣溫泉饅頭的店喔 它裡面是有蛋的 好像有12生肖耶 在這裡 這是兔子 好多的 這裡還是漫畫頭文字滴的取材地喔 好多都沒有開喔 這棟橫手館是神隱少女湯屋的取景地 很美耶 名義350 喔 這好像有人能介紹耶 掰掰 來這個給啾咪 沒關係 烏湯 這叫做小滿口 石段街上總共有4個 是將溫泉引到各個旅館的裝置 這裡有365個石階 據說攀爬階梯的同時 財運也會跟著上升喔 最後就是通往我們剛剛看到的衣箱寶神社 運動 這邊都有字耶 好可愛喔 這邊是204街 好我們快到365了 物產店 這邊是很厲害 這個運動 蒟蒻為名的 所以有乾燥的蒟蒻 應該要去買它的蒟蒻串的 這也是蒟蒻 這好像之前減肥的時候 吃的 就這個 啊 沒有開 蒟蒻串耶 好多都沒有開喔 我覺得這邊如果 很多店開應該蠻好玩的 茶屋 他們還有準備這個隔板給我們 超貼心的 第一天的下午茶是 紅豆年糕 之前麥可也有做過 可以去看我們的禁餅料理喔 這一間我們覺得 稍微沒有那麼有特色 但是加這個 黃色脆脆的東西 因為它是鹹的 是蠻好吃的 到旅館了 進來要先量體溫 然後脫鞋 先選玉衣耶 好開心喔 可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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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房間 是這樣子的 很日本風 居然有這個超級復古的電話 大筆小新跟小丸子裡面都會有的 好愛喔 有點美味耶 有種去日本奶奶家的感覺 然後這裡是衣櫥 開箱最重要的廁所 傳統洗手間 這是什麼 沐浴的地方 真的很傳統耶 我也是 Panasonic的吹風機 居然有Dyson的冷暖氣機 還有除菌加石器 可以坐在這裡喝茶看風景 我們現在要去吃飯了 天慶 目前伊香島有三個溫泉旅館 配合素食推廣計畫 這個計畫還很新 看到阿嬤這麼用心 為我們準備滿滿一整桌 超級豐盛的配合料理 內心真的很感動 雖然有點浪費 但是日本的溫泉旅館 幾乎都是滿滿一桌 表達對客人的順情款待 老爺爺老奶奶都好可愛喔 蒟蒻是這裡的特產耶 我們最喜歡的前三名是 紅麻豆腐 蔬食壽司 還有這個紅味噌烤茄子 這個汁有點失望 就是它太鹹 口感蠻好的 可能沒有什麼主題吧 我們盡可能的給出一些建議 希望這裡的蔬食餐點 可以越來越好吃 有名 不要辜負阿嬤的用心啊 Kochisosamaでした 寶寶回來房間囉 我們要去泡溫泉了 好帥 各自容外套 好帥 各自容外套 好帥 好 我要去泡女湯囉 直接進來了 看一下這幾乎都給你們看 他們有Dyson 剛剛已經吹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還滿順的 好像滿一盤喔 這是蒸汽擠衣 但是現在我有點不太敢用 剛剛有電捲吧 超貼心啦 好 我看完了 我要回房間囉 很難啦 很難 很難跑 那你覺得咧 哇 你說這裡好有感覺喔 因為我肯定有沒有很大 只有一個小的 好 早安 我們要去吃早餐 謝謝 超豐盛 早餐 先喝米索斯 我們覺得早餐比晚餐更好吃耶 最喜歡的是這個豆腐 還有馬鈴薯大豆肉 倒吃起來甜甜的 還要放飯 吃完早餐就想睡了 看著美金睡覺 我們要退房了 飛哥豆 第二天的第一站 竹酒夢兒一箱寶紀念館 午餐吃甜丸屋 放鞋的地方也超可愛 超美的耶 然後就到榻榻米了 右邊是那個private room 也是可以坐在外面吃飯的 就是整個裝潢的感覺 都蠻好的 開動 喔~~ 超級美的 超級美的 感覺好Q喔 怎麼樣 好吃 胡麻醬 嗯~~ 烏冬麵很Q彈 可惜醬汁有一點蛋 有可能是因為還沒有攪到做蔬食醬料的方法 覺得他們的蔬菜比較入味 吃完午餐再來隔壁喝咖啡 我要喝黑咖啡 這裡除了茶以外的奶都使用豆乳 這就是美根 這也是美根 這也是美根 買這個包肥 這香蕉耶 玩具人型汽車博物館 玩具人型汽車博物館 我喜歡 好美喔 喔 好美喔 喔 所以裡面比較酷 嗯 喔 吃飯耶 吃飯耶 吃飯沒有完了 我要摔那個 我摔那個 娃娃 快點脫了 喔!有射到耶 頭門最低的車 每一台車都有個故事 很多很多 原知小金剛的 這個耶 紀念品店 這個地方是可以畫剛才入場券送的這個小人偶 想看更多日本蔬食旅遊影片嗎? 鎖定蔬食夫婦 按下訂閱和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更多日本蔬食資訊喔 也歡迎你按讚留言分享 給我們一些支持與鼓勵 謝謝你們 橘馬就是以這個蒟蒻聞名的 好多種喔 要選哪一種啊 我們是珍妮和麥可 持續帶給你們一點生活靈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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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diet